字幕提供 Nikki 剛才你說的那些文章 相片也很漂亮 他們穿的衣服也很漂亮 但那些全部都是名牌 如果我們讀者或觀眾 他們不是有名牌的支持 亦沒有預算穿這些衣服 有甚麼方法呢? 首先我相信一件事 即使我做到今時的衣服 我相信創意本身是窮 甚至可以借到很多大牌子的衣服 也不代表借到想要那件衣服 所以D.I.Y.是每個地方 每個機會都可以出現 加上如果你要做一個相對特別的衣服 一些主題的衣服 D.I.Y.是在所難免的 我先說實際上的D.I.Y. 我先不說那些 先不說那些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 D.I.Y.的衣服 其實是我想做Drag Queen 但因為Drag Queen 是一個非常不流行的文化 如果大家知道Drag Queen的文化 都會知道他們有很多 自己製造的衣服 加上如果要製造他們的衣服 基本上不自己製造 是不會出現的 所以這件衣服要自己製造 然後是裝備 所以我製造了一件衣服 是一件整體的衣服 其實我是買了一條 穿洞的漁網絲襪 穿進去 然後自己製造 貼了很多石 貼了很多材料 還有製造一條裙 然後我製造了一個 Cape類的物體 就是我找了一塊很大塊的衣服 自己製造上去 就是綠色這一塊 對 因為畫面有趣的地方 就是其實你看不到背部 只要看到 你拍到一邊就可以了 這是我其中一個比較深刻的東西 因為我本人很喜歡Drag Queen文化 就是因為他們有很多參考 亦是因為 開始由窮的這個想法 很多設計劃 都借不到 在這張照片裏 其實我一想起Drag Queen 我第一件事就想起Alexander McQueen 2009年的Fall & Winter 製造 其實她是用一個Drag Queen的 inspiration 在這張照片裏 她畫了一個很大的嘴 還有她製造了一個很誇張的頭部 就是很多全部都很誇張的頭部 那你沒有那怎麼辦 所以我最後找了一頂Cape毛 然後就買了一堆黑色的布 一直Drag Queen的形狀出來 於是她就變成了一個Head Piece 對 Again 沒有人會看你後面發生什麼事 如果你做一張照片的時候 這件事是很好玩 千萬不要擔心自己沒有資源 你找不到這件衣服 找不到那件衣服 你就自己做 但我很同意Niky剛才說的 其實Creative有時是因為我們有很多Limitation 所以我們才會把那些CreativeEnergy出來 還有其實我們有一些很可愛的例子 譬如說Tom Degasong的Designer 川九寶寧 她本身都是沒有讀過Fashion 她本身都是Stylist 她為甚麼會開始一條Line呢 就是因為她當時做Styling的時候 她得不到她想要的衣服 所以她就開始自己做一些 像剛才Niky一樣做一些Pieces出來 去做她的Styling 所以之後就變成了現在很出名的 一個Fashion Brand 亦都很Inferential的Fashion Brand Com Degasong Niky剛才你說的那些DIY的Items 我也覺得很漂亮 很興趣 但其實我當時在Ameba 做Fashion Editor的時候 我們已經做一些DIY的Editorial 當時好像有這一輯 叫Sticky Moment 我們會用一些不同的膠紙 去黏在衣服、褲 或者Fashion Item 而令到她做了另一個Look and Feel 都挺好玩的東西 而且都挺容易Achieve 因為其實你用不同的膠紙 尤其是現在很多膠紙 有木紋的膠紙 有透明的膠紙 有不同顏色的膠紙 可以這樣去利用 另外就是我們會去找一些二手的衣服 去改裝它 譬如我們有用一條 現在已經沒有人知道的 叫做背帶的東西 去做了一個TOP 另外就用一些泥龍的袋 去做一件衣服 另外就是我們會去找一些二手的衣服 去改裝它 CUT 再重新去釘回去 另外就可能找一件jacket 我們只要了一半 來做整個Look 再加一些不同的物料 除了DIY之外 我們會找一個不同的一個國家 去inspire我們做這個DIY的TOPIC 這個我們叫Fashion Nation 即我們會每次找一些不同的國家的傳統服裝 然後再加DIY的一些idea上去 譬如這個日本的和服 我們其實是用一些很便宜的物料 那些pattern是黏上去的 去做一個這樣的Look 所以其實DIY是一個很interesting 和很creative的一個process 其實如果可以用到舊的衣服 DIY是一個挺好的方法 又不用浪費 還有對我們這個世界的環境也很好 Environmental Friendly 譬如她是一個musician 或者她是一個藝人 那她拍攝製作品的時候 跟她自己做promotion的時候 有甚麼分別呢 好 我說一個最直接簡單的東西 就是 你拍攝製作品 其實最重要的不是你的樣子 漂亮不漂亮 但是你拍你自己的照片 可能你的樣子 漂亮不漂亮是最重要的 這就是最大的分別 因為如果你拍一個雜誌 或者什麼媒體製作品 也好 我相信 我相信 處理這些image的人 整體會照片的所有東西 包括可能顏色 composition 燈光 衣服漂亮不漂亮 有沒有炒 多於你的樣子 這是最明顯的分別 但是我覺得 版本的價值其實是很大 因為始終都是一個collaboration 你可以在別人的手和眼上 你可以認識到你自己是一個甚麼人 我亦都有遇過 不單是一些model 或者一些celebrity 你給他一些衣服 他會說 我沒有見過自己的樣子 I think this is a good thing 這個亦都可以引起你做到很多東西 當然 你拍攝自己的照片很重要 你只有一個最重要的訊息 就是 你告訴別人你是誰 就是要別人認識你 就是別人記得你 其實你最近拍攝了一輯照片 也有很多話題 因為很多人都跟我說過這輯照片 也就是一個我覺得 是一個很bought的 一個styling或是image的照片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關於你跟Leslie合作的這一輯照片 好 Leslie就是一個plus size model 她很小 她也是二十歲出頭左右 我們最初找Leslie 目的不是這樣的 因為當時我和我的攝影師 在籌備一輯照片 那輯照片是想拍鋼管舞的舞蹈員 我們一直找一些人 如何找到一些 形象很適合 又懂得鋼管舞的女生 又或者找一些 就算你不懂鋼管舞 可不可以找一些 可能她的身形 不是跟常人 推薦的主意一樣 我們就一直找到 到最後我們找到Leslie 我跟她說這個女生很漂亮 而且她的尺寸是不得了 我先看一看 我說我對 本身我們就 第一次想 可不可以邀請她 去拍鋼管舞的照片 即使她不用上這條鋼管 但我想想 不是 因為她實在太特別了 簡單一句 我覺得我們應該 拍一輯照片 是對這個女生的 可是尺寸這件事 其實在香港是有出現的 但是這件事 在時尺寸呢 不是 所以第一件事 你一定找不到衣服 第二件事 就是 其實你做來 在香港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因為 就算你怎樣做也好 人們都會覺得 你這樣的尺寸也是 你應該很羨慕 但我仍然會喜歡 皮膚 沒有意思的 而且品牌會怎樣看 尺寸這件事 基本上 如果他們覺得 你的方向可以 就算是歡迎 只不過是 那些衣服可能不太適合 沒有 因為他們沒有那些 尺寸的尺寸 對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 總之不需要 是一些A-List 品牌 總之 品牌設計師 的接受程度 可能比 總共產品更高 當我真正了解 Lessia 我明白 作為一個更加尺寸的人 究竟在香港 多麼辛苦 更加尺寸 因為你是 出現的 原來 從你的生活 到你每日面對的事 都是不同 總之 你稍微有少少不同 跟一般人 你就很困難 你在香港生存 即是 在這個項目裡面 得到漂亮的照片 當然是一個大的得著 但更大的得著 是真的可以了解到 這一位跟自己不同 而且是非常特別的人 但你心想也很特別 因為其實 他展示了很多 他的身體 其實你跟他溝通的時候 你是怎樣跟他溝通的 我其實很簡單跟他說 就是 我覺得你其實很漂亮 而且你的線條 是很多人都沒有 即是那些人經常都說 你男生和女生被吸引的地方不同 其實你女生經常被吸引的原因 就是你的曲線 你香港人受到這樣 其實有甚麼曲線可燃呢 即是像影像師 也好 只要向你極度 你按曲線 當然要展示你的曲線 還有現實層面來說 你有沒有衣服適合你 已經不是一個問題 究竟怎樣可以讓人 看到一個更多的女生 是可以挺漂亮 其實就是這樣 我便用這個方法來誘導她 我便說 嗯 就是要這樣拍的 好啊 這樣 你這張照片 也令我提醒我 其實有時我們做影像 未必一定要穿很多衣服 才是一個影像 有時 就像我叫Vivian Westwood說的 其實時尚是甚麼呢 其實時尚是做些衣服 讓你去脫 去剝的衣服 那些就是叫Fashion 其實她覺得最最終的Fashion 就是Skin 就是Nude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都很興奮 但是你那時怎樣 她是做封面的 是嗎 是呀 那時怎樣令你雜誌 是讓她這樣做封面呢 首先 因為我覺得始終 從開始到最後 我覺得最 你覺得雜誌的作用是做甚麼呢 其實 我覺得雜誌是一定要有她的Vision 而且她一定對我來說 某個程度去創造一個新的Vision 是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如果我拿著這個Proposal 去哪一本雜誌 她們都會說對 因為這個是本來雜誌是應該做的事 Raise attention to something that you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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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